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孩子 孩子 孩子你住手 孩子 住手 你也咋了 怎么了 出什么事了 怎么了呀 妈 妈 妈 孩子你到底怎么了 孩子你到底怎么了 我不是你妈呀 你别骗我 我都知道了 我已经看见小白龙的视频了 我不是人的妈 别打了 孩子 我错了 妈 我 孩子 你没有 我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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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范和生案上案的主要负责人 她会为我们这个案子做最后的报告 可以开始了吗 各位 关于范和生被杀一案 我已经查明了真相 范和生 是被这位女士所杀害的 这位女士原名叫宁广东 是一个手无腹肌之力的弱女子 看她那体弱多病的身体 怎么可能杀得了范和生这样一个男人 简直是难以置信 但是 她确实是杀人凶手 是她捡了范和生的枪 开枪把这个警察觉得败类杀死的 她之所以能做出这种不可思议的事情 是有原因的 因为她是一个伟大的母亲 她是为了保护自己儿子的名誉 而惹怒了范和生 遭到了范和生的攻击 在慌忙自卫中失手打死了她 母爱 只有母爱 才能让她把一个比她力气大 甚至出手凶残的人杀掉 我们在座的任何一个人 都没有资格去裁决这样一位伟大的母亲 在座的 可能会奇怪 为什么我会知道这么多 因为我就是那个没有用的儿子 一个从小到大 都要靠一个弱女子来保护的窝囊废 我的母亲为我付出了那么多 而我今天要反过来亲手把她定罪 如果我还是个人 还有半点人性 这种事情 我做不出来 小哥 别说了 没事儿吗 放心 金司令 我刚才说的话句句是实话 我的母亲宁广东 确实是出于自卫才杀了范和生 这是正当防卫 各位 相信你们很多人 还会记得在很多年前 就是在这个法院 也是就在这个法庭 有一位母亲 为了保护自己的孩子 绑架了一名医生 给她的孩子做心脏病手术 而这位母亲 把手枪里的最后一颗子弹 留给了自己 现在还是这位母亲 还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孩子 她又做了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情 她就是被告席上的这位 印广东 有人说她收了共产党的钱 所以杀人 当她的儿子来调查她的时候 她为了让她的儿子不受牵连 还砍下了自己的手指 用上面的金戒指 打发了儿子的手下面 请把她的左手展示给大家看 请大家看看 就是这只左手 这就是 北平警察局的杰作 不是说 共产党要行刺 国民党的警察吗 金先生 请您解释一下 这件事 我们 要再调查 本来就是子虚乌有 再怎么调查也调查不出 你们想要的结果 除非你们继续无中生有 继续陷害无辜 继续制造冤案 我们要人像 我们要人像 释放令狂独 释放令狂独 令狂独无罪 令狂独无罪 血口喷人 什么叫无中生有 什么叫冤案 请你拿出证据 证据 证据 好 这个盒子 是在当天的案发现场捡到的 里面放的是在抗战期间 范和生当汉奸的证件 和日本人给他发的枪 范和生为了掩饰自己的身份 阻止知晓内情的小白龙和宁广东 公开这件事情 才残忍地杀害了小白龙 随后 他又要挟宁广东 揭开我的身事 宁广东在暴力威胁下 迫不得已 自当防卫杀了范和生 这些都是证据 还有不少人能证明 在当天的案发现场 范和生曾跟宁广东 曾经发生过激烈的冲突 为我的生命担保 这些 才是事实 而这些证据 反倒被我们北平警察局的人 刻意隐藏了起来 是 是 是 一个本来很普通的自卫案件 成了破坏两党关系的政治案件 一个无辜的弱女子 成了刺客 成了凶手 这难道还不是冤案吗 除了这些以外 这个案子背后的另一个真相 恐怕更加耐人寻味 我代表国民革命军 第八陆军北平军条处指证 范和生的死 和被告宁广东 毫无关系 当时宁广东和范和生 是面对面的战友 而范和生是脑后中枪 如果子弹不会拐弯的话 那就说明杀死范和生的 另有其人 金玉山小姐 是灭的 你怎么会有我 你怎么会有我 你怎么会有的 他只会有你 他有萧柯的身份要挟我 我暗中跟踪他 那天 你怎么拿过来 你怎么拿过来 我不要 你怎么拿过来 我什么 杀起来 你这个混蛋 恶魔 是我杀了范和声 他是汉奸 他该死 谢谢金小姐 我们一直没有机会 看到范和声的尸体 直到昨天晚上 金玉山小姐找到了我 并且告诉了我真相 她虽然杀了人 但她杀的是一个汉奸 一个人人得而终止的汉奸 我们中国共产党 为了国家利益 诚心诚意参与和谈 而北平政府 把一个和被告 毫无关系的错案 非要诬陷成 是共产党派人暗杀 这充分表明了 国民党当局 假和谈真内战的真面目 我们提出强烈抗议 报告州副主席 八路军北平联络处 已完成您交给的任务 是 以八路军的名义 向宁广东统治致敬 你总是这么轻手轻脚的 这么些年 我都习惯了 这是您让我找的 萧柯的资料 不过 我认为您还是不知道的好 为什么 因为这里边有很多 您不想知道的事 你还是直接说给我听吧 我太累了 看不懂了 这份资料 这份资料是我们从战败的日本人手里缴获的 您还记得 马岛美林吧 马岛美林是日本黑龙会北平分会的会长 在一九三一年 他死在共产党人的手里 他在临死之前 曾经冒充共产党 和一名共产党人一起工作 秘密搜集国共两党的情报 后来那名共产党人发现了 马岛美林的真实身份 被美林灭口 那名被暗杀的共产党人的名字叫金琛 金琛是您的儿子 萧柯一直被一个女人收养 收养之前她的名字叫金宝 她的亲生父亲就是金琛 没事 我没事 都怪我吗 没事的 我真的没事 小哥 快 我爸他下令要杀你 你赶紧带着伯母走吧 你怎么找到这儿的 问管家的 坏了 他们的人应该马上就到了 快 慢点 来人 这小罪杀令 小哥是我的亲孙子 来人 来人 来人哪 委员长震怒 总得有人承担责任吧 什么意思 中央已经把你的材料给共产党人了 为什么 你的职务被解除了 假货宁广东失败 总得找一个替死鬼 你是最佳人选 共产党已经查你很久了 中央认为把你交给共产党 会为我们争取时间部署下一步行动 你犯的错误太大了 谁也救不了你 快 玉珊 一会儿你带我马上走 他们的目标是我 不行 你得跟我们一起走 妈 你听我说 我可以对付他们 你们跟着我反倒拖累了我 快点 重 快走 马上我 欣力不是叛徒 长郑果 这些资料都是真的 对方说是为了赔罪 也为了和谈 营造一个更好的氛围 所以就把金立武交出来 那你把金立武的情况 给我简单地介绍一下 二十年前 金立武是北平警察局的局长 但他暗地里 是北平地下党的联络头脑 在七一五反革命政变之前 他赶到屠杀将至 就出卖了党组 和他自己的儿子金辰 最终导致我们的组织被清剿 他立了这样的大功 被调往南京 日本黑龙会北平分会的会长 马刀美林 当时的身份是国民党特务 也是金立武的手下 金立武就遥控他 杀害北平的共产党 后来日本人又收买了金立武 成为清华日军的内线 日本人为了拉拢他 趋于高官后路 在马刀美林死了以后 他更成为清华日军 仰赖的高级间谍 他做了汉奸 怕我们追杀他 就销毁了跟自己有关的 所有资料 再后来 他把自己掌握的部分情报 献给了国民党政府 换取了现在的位置 这些卖国穷的汉奸 都是国民党抛出来的棋子 真没想到 这个让我们追踪了二十年的人 竟是金立 金辰同志 引以为傲的父亲 竟然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叛徒 这么说 肖科就是金立武的孙子了 那 他们在这个时候 把金立武抛出来 是想借我们的手杀掉他 卖国求荣任贼做父 人人得而诛之 就算我们不动手 哪也会有人动他 报告 进来 报告 据野剑说 有大批的特务聚集在和平里 宁广东就住在和平里 一定要保证宁广东同志的安全 我去 你去 还没子弹了 怎么办 小康 你看带人一山一起走 不用管我了 妈 你别说了 今天晚上就算我死在这儿 你也得活着 而且得好好活着 不行 这样吧 我试着看能不能冲出去 如果他们追我 你们就让反方向跑 明白了吗 不行 不行 小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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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小哥 小哥 你听我说 如果我活着 你就能活着 我死了 你们就逃跑 你胡说什么 玉山 我是金玉山 我是金玉山 我是金玲虎的女儿 我命令你们住手 你们要是再敢开枪 保证 我保证你们就见不了明天的太阳 你主演 你住啊 你住啊 你住了 兄弟弟 我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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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住 都不去动 把枪翻上 谁害你来的 小伯 你受伤了 没事吧 小柱 怎么样 都没受伤吧 没有 没有 去看看 还有没有活可 好 雨晨 照顾我们吧 我不想死 我不想死 我知道君跳出金礼物 栽赃 卡车 什么卡车 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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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 大人 你跳出 走 走 快去警官家 是 这恐怕就是 金礼物执行的 国民党的大阴谋 他们想借金宝之手 炸死军条书代表 制造政治事件 为他们发动内战 找到借口 借金宝不是 对 宁广东的案子水落石出了 现在所有的人 都知道金宝是 共产党的后代 他们就可以说 金宝接受了 共产党的命令 制造了这个爆炸案 这是一个连环机 我啊 在宁广东案子 将要暴露的时候 他们就已经计划好了 我去星园街一号 将上级报告 你赶紧去医院 好 快点 好 快点 再快点 小博同志 您这样可不行啊 子弹还没取出来 您现在必须得去医院 一下死不了 我一会儿去 怎么样 炸弹的威力有多大 这是美国最新研制的 高爆炸药 一旦爆炸 一英里之内 恐怕不会有生命 要寄电器 我们要检查电路 把电流分流 你们要小心一点 炸药已经启动了 你怎么还在这儿 不然金宝送你们回去了吗 我不放心你 我就是来看看 我不会给你添麻烦的 你 小 不好了 主法装置已经没有了 定时不能被消除 不 这个时间能改吗 不不不 我们想不出办法来 要是从外套上 拆除或玻璃炸药 都会爆炸的 拆也拆不了 是的 拆不了 首长 现场汇报 定时装置 已经无法拆除 和尽力 快切通现场 是 合拍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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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个电话 首长 喂 现场情况怎么样 根据爆炸状势显示 爆炸时间 就在三方代表 回到军条处的时候 大概在五十三分钟以后 而且爆炸装置 无法拆除 请首长指示 最近的引爆地点 算出了没有 算出来了 北郊的一片农场 周围没有住户 驾驶人进去 能不能撤离 来不及撤离 考虑到路况 连续不间断 一个小时驾驶 能赶到那里 已经是万幸了 剩余的时间 根本来不及撤离 另行安排引爆地点 记住 不到万个得已 绝不能有同志牺牲 首长 那里已经是 最近的引爆地点了 快 组织大家撤离 特卫园同志 大家准备撤离 特卫园同志 喂 什么情况 首长 特卫园同志 把上台走了 胡闹 还有什么通信社会 能联系上台 车上有部话机 联系 是 小伯 小伯 先到请回复 小伯 主张 是我 谁让你自己走的 我没家没口 没牵挂 我最合适 小伯 你还有什么愿望 我想 想跟金宝说两句话 好 我现在就把他们带来 还有 照顾好广东 一定照顾好广东 小伯 小伯 你放心 我一定会安排好 同志 保重 我就不跟你说再见了 小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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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问怎么样 首长 差点失去联系了 不行 我得到警报地 最近你的地方去 首长 那里危险 我去就行了 我说带兵子 听我指挥 你留下继续指挥 是 这才是真正的战士 你们一方面派重兵 保卫我中原解放区 另一方面 又阴谋制造了这起爆炸事件 好以此为借口 挑起内战 金立武已经死了 是共产党干的 还是国民党干的 谁也说不清楚 金立武的死 那正是你们杀人灭口的证据 带着炸鸥到军条处 准备炸死三方代表的人 可是你们共产党的后代 小柯 他可是你们共产党要大的人 难说不是接受到 你们共产党的密令 制造事件 降货给中央军 你别忘了 我们今天开着卡车离开的人 正是我们共产党人 宁广东背无限事件 我们没有障碍 那是为了国家的和平 绝不是给你们国民打面子 如果是真打的话 那失败的也肯定是你们 因为你们叛逆了历史的潮流 你怎么在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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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早就藏在这儿了 正单一说拆不了 我就知道你会一个人开出来的 赶紧下去 不 我不下去 我没时间了 你赶紧给我下去 我知道没时间了 所以我不会下去的 我求求你别让我下去了 姐 你知道后果吗 我知道 我知道后果有多严重 但是我不能眼睁睁看着 我一生一辈子 我一爱过的人 一个人走完最后一程 我求求你 让我留下来吧 好 我们一起走 一起走 坐好 前面差不多 往哪边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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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不知道啊 快点 我们千万不能走错 没时间了 快点 往哪边 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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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伯 小伯 你不能睡觉了 小伯 你不能睡啊 小伯 你 你怎么流这么多血啊 小伯 小伯 快 帮我堵上 我是不是太忧虑了 使劲 让人家 小伯 小伯 古董 我 我 我恐怕坚持不到了 那怎么办啊 是你的路 你来替我开 我不会开车啊 你教我吗 来 我教你 扶着方向门 扶稳了 看前面路 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妈 你答应我 一会你们停车让我来 好不好 金宝 只要你好好活着 活着有出息 就是对妈妈最大的孝敬 妈妈就死而无恨了 妈 妈 你听我说 你不能死 你绝对不能死 妈 赵树蕊不能死 妈 听我说 金宝 好好活着 你一定能赶上一个 和平的中国 好好替我们活着 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 小叔 妈 喂 喂 小叔 妈 说话呀 你就 你们说话呀 我们还有最后几分钟 嗯 公斗 有句话 我一直想跟你说 这么多年来 我心里 一直都有你 要是不说 别的难受 最后这段你能陪着我 还挺高兴的 可是 我真希望你不在车上 和她 Wyoming irae 小波 你知道吗 我想好了 等到了下辈子 我就给你做媳妇 做一辈子的媳妇 小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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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快看 是他们 谁还是他们呀 小伯 她受 Hollywood 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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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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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